勇敢点 你选对人了 文文姐 小宁 里面请 好 吃开 文文姐 老板 顾春 你们认识 是呀 跟我俩办公室吧 还愣着做什么 去忙你们吧 好的 你会不会怨恨我 当初没坚持住 离开了你 我没有怨恨你啊 你做的都是对的 那个时候你才二十岁 没有必要 为任何人停下来 而且 你也没有不告而别 毕竟你还发了短信 你能这么说 我就安心了 你能这么说 我就安心了 都过去吧 如果你觉得别扭的话 我可以换一家设计公司 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的项目又不是我负责 所以你过后 有任何的问题需要解决 都可以去找姜晓宁 或者孙曼玲 会给我打折的吧 当然了 孟姓姐 聊完了 对了 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话吗 什么话 勇敢点 你选对人了 我知道了 程小姐 程小姐 晚上我进去吃饭吧 顺便向你介绍一下 设计方向 好